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来帮你解释2.8 Android的构造式的例子 那在任何的类别呢 都需要有构造式来建立这个对象 有时候呢 我们在代码上面 是看不到构造式的 因为我们使用了 这个预设的构造式 叫做Default Constructor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 是看不到 预设的构造式因为 它会自动产生的 但是 虽然看不到 其实 它是 存在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类别里头呢 定义 好多个构造式 然后呢 依据这个构造式的 的参数 来区别 然后呢 这电脑呢 就会是 不同的参数 来选择 适当的 这个构造式 那我们 在这个范例呢 就是会显现出一个List Box 然后让 User来做选择 而且提供了 这个Many 来让他 这个 做进一步的选择 那这个UI 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现在的重点 要直接来 看他的构造式 咯 所以呢 这是一个Android的类 咯 AC01 但是你在这里 你看不到 这一个 构造式 为什么呢 原来 他是用默认的 构造式 这有一个 AC01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参数是空的 而且里头呢 也没有代码 OK 也没有代码 OK 那这个叫做默认的 构造式 原来 他是使用 这个默认的构造式 来创建对象的咯 在AC01 是使用这个 默认的 构造式呢 来创建对象的咯 那我们再看 这个例子里头 另外一个类别 叫做Data Model 这个Data Model呢 就是有两个构造式咯 一个叫做 这个Data Model 那里头也有 这个 设定出极止的 代码咯 那这个 也有 那这个是 没有参数的 那这个是有参数的 插在这里 那就没有参数的 就跟那个 默认的构造式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有 我们有写这个 所以就会把那个 默认的 把它覆盖掉 所以呢 这一个 那个覆盖 叫Override 就是我们 在这一个课程里头呢 之后 这几张 会帮你做说明 什么叫Override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用简单的想法 就是 有了这一个 因为 它跟那个 默认的构造式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会把它覆盖掉 所以这一个 类别呢 其实 就只有两个 构造式 一个有参数的 一个没参数的 OK 那我们就 来看看 这个 Android 它会怎么去选择 所以你看这行代码 这是在 AC01 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呢 它是 New 后面 构造式 构造式 参数是空的 因此呢 它就会来调用 这一个构造式 它会来选择这个构造式 因此就会执行 这个代码 那这个代码呢 这是 Listbox的内容 直接写在这个构造式里头 直接写在这里 好 那 这是 刚刚这行代码 的 执行的情况 那再来 这里还有一个代码 这行代码呢 它就有参数 原来它是 把这个 自创的 array呢 从这个AC01 把它传进去的 把它传进去的 那这个时候 这里头的参数是 String的array 所以刚好这边 也是 String的array 所以刚好这个参数呢 是配对的 因此呢 它就会来执行 会来调用 这一个构造式 会来执行 这个初期设定的 一个任务 任务 因此呢 就完成了 所以呢 在DataModel 提供的两个构造式 一个是有参数 一个是有参数的 所以它就依照 这个参数来做 配对 选择 那两个 都有初期值的设定 OK 都初期值的设定 他们都是有担任初期值的设定任务 但是 初期值的数据 一个 是 建构式里头自己给的 一个是外面出进来的 所以它的数据来源不同 因此呢 参数也不同 它就依据 这个参数都不同来选择 构造式 至于AC01 这个构造式因为没有特别的 初值要设定 所以呢 就 直接使用 这个默认的构造式啦 所以代码里头呢 可以省略不写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 2.9的 值类 如何 建构对象 我们 刚刚所谈的 都是一个类 里头的 建构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扩大到 一个 负 负类 值类 这样的一个 建构 那这个 值类到底是怎么建构的 OK 好那我们现在 就要来了解 这一个 继承的关系 那我们对于这个继承的关系 有仔细的认知了 有充分的理解了 你就很容易去了解 它在 构造式 之间呢 是什么关系的 其实它的构造式 它会 调用这上面的构造式的 那怎么调用 这就是我们 接下来要探讨的 那在了解这个 构造式之前 那我们再对 子类 基类 对继承 做更深刻的了解 前面我们说明了 怎么样对众多的对象 加以分文别类 而形成一个 类别的继承体系 就是 Person 分为Teacher 分为学生 那学生要分为 研究生 大学生 等等的 高中生 所以对学校人员加以分文别类 就得出一个 继承体系 所以A 继承V类别 则称A为子类 Teacher 继承Person 所以呢 这个就是称为 子类 称为子类 而他V 就是A继承V嘛 就Teacher继承他 所以他就 称为负类 或者叫G类 都可以 负类或G类 那在加把中负类又称为G类 基础类别 子类又称为N生类别 西家家也是这样 也许你会觉得继承观念很陌生 但是 这个 其实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 是A是V的子类 那A就是V的一种特殊的种类 他的 比较小 譬如说 这个 艺术家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是音乐家 对不对 所以呢 音乐家是一种艺术家 这大家都知道 OK 所以 我们称为 这个 艺术家是G类 音乐家是子类 OK 所以呢 从上诸可以知道 Teacher继承的Person 也就是说Teacher是Person的子类 那Teacher跟Student的都是Person的一种 特殊的种类 就是他的都是他的子类 所以对于软件开发者来说 除了了解这个分文别类之外 还要 用Java语言来表达出来 成为软件的 一个 代码的部分 那软件的 要表达了 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要 说明过了 我们要定义类别 那现在 我们就要定义 这个副类 所以写一个ClassPerson 然后接下来 要定义类类 Teacher ExtendedPerson StudentExtendedPerson 那这就变成了 我们的代码 那这里的关键是Extended呢 这个 后面是写的是 这个是负类 然后这是类 负类 这类 这类 OK 那么 现在已经知道他表达了继承关系 就是他 去把它扩充 去把它扩充 可以增加了更多的属性 更多的功能 那也继承了 既有的功能 这个 继承 现在我们要了解 的重点是 类 到底重复类 继承了什么东西 我们要了解 所以 我们就知道 在类别里头呢 就包含有 数据 跟函数 这个就是 属性 就是我们讲 这个 对象呢 我们要关心的是属性 对不对 一个 关心的是行为 我们要描述他的行为 那么 属性 是以数据来呈现 行为是以函数来表达 所以呢 一个类别里头就是数据跟函数 因此呢 子类继承负类 子类就继承负类的数据 就是 因为类只有这两 里头内含就这两个嘛 那么 子类继承负类的就就继承这两个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函数 那么现在 就来看看 他的所谓继承的意义是什么 那 我们 大家都知道 这个类里头就是数据函数的定义 但是没有内容 内容是放在对象里头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继承 给继承的 指的就是 那个 数据跟函数的定义 而不是指的是内容 这个我们 接下来会 帮你仔细的说明 OK 所以 这是class 是person person这个类 然后呢 有这个teacher来继承 这个 person 或者是扩充 那之后我们会再来说明 为什么 这一个加瓦 采用扩充这个概念 而不是用继承的 inherit的这个概念呢 那我们 之后也会来说明 这一个 这两者有什么微妙的差别 但是我们现在 暂时呢 采用继承这个概念 让你比较容易理解 OK 之后 再来跟你说明 这个etang的 为什么 不用inherit 的原因 OK 那我们现在 就来了解这个person 里头有两个 两个属性 两个属性 但是 这里头不是指哦 这里是名字 这是属性 一个name 一个age 那 接下来teacher呢 他从这个person 继承的这两个属性 再加了第3个属性 OK 好那我们现在 就来说明一下 所谓 继承数据 表示继承数据项的定义 而不是继承数据的值 这个是 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 要了解这个意义 那这个必须要区别 类别定义数据项 就包括呢 这个数据的形态 啊 比如说 名称一定是 Stream 那age呢 就是 年龄 应该是整数嘛 对不对 所以对象在建构之后 对象内才有数据的值 所以类别继承呢 来继承呢 类别的定义 而不是继承对象的值 OK 他继承他类别的定义 也就说 如果负类 定义的 Name 跟A级这两项 数据 那么子类呢 就会天生 拥有这两项数据 但是子类不需要定义他们 所以 这就是所谓 继承 那 继承这个数据 那继承函数呢 就是子类 天生就拥有 负类 已有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来实际的例子来让你了解 在person这个 的子类 就是person是负类 他的子类呢 天生就继承的name 跟age 两项数据 那么person就天生继承的setValue verseYear 还有difference三个函数 因为 我们在这一个 你看我们的person 里头定义的什么 person定义的两项数据 两个属性 然后 三项函数 然后这个 都自动会被继承下来 会被继承下来 OK 因此呢 TeacherLay 他 在这个setValue里头可以调用setValue函数 因为他从person继承而来 这个teacher的类别有三个数据项 你看 这两项呢 是从person继承而来 这一项是自己定义的 自己定义在这里 自己定义在这里 这里 他是从person继承的这两项 自己又定义了一项 所以他总共有三项 的属性 那他自己呢 继承的三个函数 继承的三个函数 OK 那自己又定义了 两个函数 所以他总共有五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他 把继承的两项数据 的定义 又继承的 自己定义的Sari 然后他也含有 五项的函数 那其中有三项 是从 Person继承而来 有这一个函数 有两个函数 是自己定义的 对 所以呢 SetValue 是Teacher所继承而来的函数 那TeacherSetValue 可以直接调用它 因为它已经继承来了 所以可以直接调用它 来设定 Name跟Edge的值 OK 之后 TeacherSetValue 自己设定Sari 他在讲的就是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我们要SetValue的时候 那么 首先他调用的 复类 所定义的 SetValue 来设定Name跟Edge 跟Edge 再来自己设定的一个Sari 这是 所以呢 这里重要的就是在谈 继承的什么东西 OK 所以呢 TeacherValue 所以他 这TeacherSetValue 可以直接调用 SetValue 来设定他 那这个SetValue是在负类的 这是负类的 然后这是在子类的 那因为子类从负类 继承的 所以也就是说 子类 可以调用负类 所定义的这个函数 因为他继承下来了 那TeacherSetValue自己 设定的Sari OK 那Print呢 也是直接调用Display来显示 Edge 那Display呢 是负类的 那就是子类的 所以子类的函数呢 可以调用负类的函数 并且他从负类继承下来 那Print自己在输出Sari的值 那现在也许你会问 子类自己定义的函数 是否以负� 可以跟这个函数可以同名呢 答案是yes的 那我们 之后会来收名 OK 再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Person 就一样的 定义的 两项函数 这两项 数据 然后也有 这个 定义的函数 然后Teacher呢 就继承了Person 继承了Person 然后再来 你看他这个Person呢 有一个Display 那 他会 他反而调用了 这一个 附类的Display 这样子 那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那这个 本来就是 如果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这个 那就直接 继承下来 继承下来 那就直接调用他 那现在是 自己写的Display 那也可以 因为你本来就取代他 现在只是把他调用他 那再增加 意思 这样就可以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Teacher拥有两个Display的 函数 一个是由Person 继承下来的 一个是自己定义的 这一个是 继承下来的 然后这个是自己定义的 这时候电脑可以分辨他们 可以使用 Super这个关键字来区别 所以呢 这一个 Teacher的 构造式里头的代码 就是 在这里头你看 是一个Super 这表示呢 他调用的 这个负类的构造式 这表示调 负类的构造式 那这个表示调用的 负类的 这个Display函数 有没有 所以 这表示调用负类的构造式 这里的话 表示调用负类的 这个Display函数 OK 好 那这个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目标 我们来说明了 让你了解 这个 这个实际上 这个基类子类呢 到底继承的什么 继承的什么 好 那我们 在这里可以让你了解 Person 定义的这个 属性 这个属性 他 都是 这一个 把它继承下来 是继承的是有这个 定义的 项目 还有函数 但是 这里的不是 对象的继承 就要特别了解 现在我们谈的是 列的继承 而不是对象的继承 那 所谓这个A级里头的 像这个值 有没有 这个值都是在对象里头的 所以并不是继承 这个对象的值 而是 继承 他对 类里头的 这个定义 他把类里头的定义 负类里头的定义把它继承下来 好 但是 因为类里头呢 并没有这个值 值都在对象里头 所以我们谈的 并不是 对象的继承 我们现在所谈的 是类的继承 OK 无论加瓦 西加加 都是 以类的继承为主 那这要特别的 留意的地方 好 那我们 就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与点点栏目